我看周一科在節目上說如果支持周一科就同學陳時中 但是現在周一科好像被綠營切割了 我想應該說綠營長期養側翼養到變成自首炮 我想他們應該難回不當初了吧 可是之前你聲言講完 可是現在中科在臉上是有說點說 你的頭頸有混亂嗎 清楚說陳時中自己有什麼事情 我想他現在的公信力應該是由人民去評價 到底誰的邏輯有問題 不知道怎麼看說周一科警告 蔣萬安他的聲勢的問題 怎麼看說柯文哲認為說 你現在跟周一科中央部手已經太慢了 有那種戒毒的不同 所謂的戒毒的一個症候群 應該很痛 第一個用這種醫療的名詞來做一個炫弄 然後來形容一種不存在的一個情況 我想他可能自己還有這樣的一個症候群 第二我跟周一科就是在公務的往來 相關的新聞需要的時候 我們接受訪問 將我們的政策說明清楚 至於在私交 我跟周一科一點私交都沒有 我們只是在公務上面 一個媒體人 一個在執行政策的政務官 需要說明政策的時候上節目 接受社會的挑戰 就是這樣 那至於我們這個周主持人 或他節目裡面 他需要講什麼主題 那根據他們相關媒體的經驗 他們是會安排 你會認同說周一科在節目中呼籲說 票投給陳時中就是投給周一科 你也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說法 也沒看到這樣的節目 不然他說喜歡陳時中 喜歡周一科就是喜歡陳時中 這個部分你自己去年接受 也就是這樣會色色爬的 沒有 我就要現在為止 因為沒有看到這個節目 我也不變評論 你怎麼看說 現在有評論認為說 就是因為周一科的言論 雖然可能會引起中間族群的反感 但是對於鞏固基本盤是反而有助力的 我想我們都不需要用這樣的東西 來做政治上的操作 在於選票上面我們在於是當全民市長 我的目標是全民的政策 希望能夠造福台北市的市民 副長 現在早上講話說 這個周一科是你現在在跟他切割 那為什麼之前實際的時候 你就跟他同聲附和 實際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跟誰同聲附和 我就事實上社會的一個常規 那表達我的意見 那我沒有跟誰要掛在一起 那我沒有跟誰要掛在一起 那我沒有跟誰要掛在一起